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女明星是谁 你是要背影猜猜看背影啥事 汤维 哪一个啊 带帽子的那个 报案说他电信诈骗 你知道听说了吗 被电信诈骗21万 你再看下边 报纸不都登出来了嘛 是女神你好 单纯悠 你看这下边的拼音写的是 说人家汤维幼稚 再看下边 这是公安局抓住的 这种电信诈骗的 你知道你看他们多少个账号 就这个银行卡 全部都是除纸卡而已 找不到固定的号码 再看下边 这是汤维素颜 说当年在英国 虽然传说汤维被封杀过 但是汤维我觉得 在大家心目中印象还挺好 其实这个事 并对他并不是减分 是吧 好像觉得这个女孩很单纯 其实他一点都不单纯 不是 你又知道 他很单纯 不是 我是说他一点都不傻 就是这个 当一个人受到电信诈骗的时候 他们觉得汤维怎么这么单纯 我就说他们不懂人的状态学 人一天到晚是有状态的 比方说哪怕是个聪明人 你也比如说我要刚刚录完节目 这个时候你说过什么 我很容易相信 因为人不是一直那么保持着一个聪明的状态 一天里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累了 你不注意的时候 很容易就跟着走了 而且被骗的人多得很 又停被骗好几回了 你有什么穿 真的 不过我现在印象中最深刻的被骗是我外婆被骗 那一样就是电话诈骗 这种电话诈骗在台湾已经很久了嘛 这一样就是大家都不在家 外婆在家 然后呢电话就是打电话来说我弟弟被绑架了 然后你知道这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故事啊 电话里有哭声 然后喊着这个阿嬷就是外婆你怎么不来救我这样 然后就请我外婆去汇钱 我外婆呢就去汇钱了 然后当然就是被骗了 回来 回来之后呢你看到那个老人家的状态 我觉得你知道钱才去人 就是才去 钱可以解决我们觉得没有关系人没事就好 但是重点是人不会没事 因为他的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 你想想看七十几岁老人家 他就觉得我只是想去救孙子 怎么会回来被大家指责说 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会相信别人的话 然后他就觉得我就只是想要 就是怕你们真的有个万一咯 然后他然后呢他就整一个沮丧 这还没完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报案了 就好像就说我们也只能把那个账号封住 结果呢两天后电话打来 那是个礼拜六的早上 电话是我接的 我只说一声喂 他就说啊我们听说你被你们家有这个诈骗 所以呢今天礼拜六要开庭 请你到这个台北 我们家住台北市 请到新北市就像以前台北线 三重这边呢开庭 所以呢你现在必须要签汇多少钱给我是要开庭的费用 我脏话瞄出来 我说你还有第二个版本啊这位小姐 就是你还知道我们会报案 然后你知道还有个下一步 你要再骗一笔 这个剧本是接连的 所以只能让老人家就大概一个月不准接电话 你因为家里是让人家以前说要接是怕少偷说什么不知道家里没人还可以灯 所以我们现在说宁愿让人家觉得我们家里没有人在 但是就是别再接因为他这个剧本是一篇又一篇 然后老人家就是就一 就像忧郁了真的是一两两三个礼拜 我觉得太坏了 他用的就是完全就是心理弱点 他没有什么他就是跟你当当好人跟你聊天到最后 你知道老人哪这个头脑啊很奇怪的 他你要说他他这个抠啊我们叫抠啊 他他丢了十块钱 我外婆就是这种人 包血压啊 但是呢你知道要来一个那个卖野药的办什么讲座 他你糖尿病啊你什么什么你吃这个啊三千块钱 全部老婆老太子就就拿出去 所以那帮人非常不仅是年纪大的人嘛 因为我们要必须明白骗子啊脑签啊 是一门专业 心理学专业好 专业是以前香港破获过好几个老千集团 他们有训练班的 他们不是随便的 主要成员周润发周升职 主要讲师 真的啊他们那个比方说前面有理论有实践 理论是什么 说主要诉求不管什么样的年龄 诉求两个东西 两种情绪 第一个是恐惧 你怕你病对不对 你有糖尿病 你有什么吃我这个 你不吃就会死 或者说被绑架等等 第二个爱心 你同情什么有爱 所以没有其他的 针对恐惧跟爱心 然后就编不同的故事 然后我记得很好玩 破获那个老千集团 他们有训练班训练课程 要整整上好像八个礼拜成毕业 你知道吗 比你们当主播的还严谨 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是怎么样 还分组的 OK 有些人比较适合去骗老年人 就打电话给你外祖母 有些人比较适合骗男人的 就打给 都问他 有些人比较适合要去骗很聪明的人的 就打给我这样子 他们分的组了嘛 然后有不同的对白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家 哎呀赚这种钱 也就算了 这有付出劳力就是 是不是 我觉得既然他们 汤雷都坦白了是吧 我也给你坦白一个 没骗过 我前一阵在说了 但是他们可能都没听见 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我在北京 哎 我就是最后怎么发现的 很有意思 先是一个人跟我打电话 说你是用什么什么什么号去上网的 我说对 他说我们发现你这个号啊 你是在哪儿 我说在北京啊 他说不对啊 你我们发现你这个上网的这个号啊 是在南京古楼区 我说那是什么呢 后来他说你是叫窦文涛吗 我是叫窦文涛 然后他说这个 那怎么会你在北京呢 然后他就讲 他说我们是那个网 就是他说网站监控的一个什么 他说现在我们发现呢 你上网的这个号啊 在南京古楼区一个人那里 那个人现在用这个啊 去弄一个网上赌博的那个网站 网上赌博 他说按照我们这个啊 就必须给你停了 你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你人有的时候他没睡好 而且呢 我为国家工作那么忙 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 很很容易跟着走 说那那那怎么着啊 他说那你得 我们就是得给你把他给终止了 对吧 那怎么终止呢 他说但是你要先报案 对 报案呢 南京古楼区的公安局啊 要跟我们发一个函 我们才能够把你这个给终止了 然后呢就给我一个电话 我就就是跟着走 打电话给南京古楼区 然后那边一个警察就接电话 说对对对 我说你们那有一个号涉嫌的 啊他说这个这个什么 然后把你的资料查给我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我有点疑问 但是还没到怀疑的程度 我就后来我就问 我已经有点怀疑 我说 我说那我怎么知道 你是这个古楼区这个公安局派出所呢 他说嗯 你这位公民有这个警惕性啊 很好 我们平常也经常教育大家呀 对我们的身份 真的 他们都这样 有怀疑 非常好 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电话 这是我们公安部啊 什么什么的电话 你打这个电话 你问他这个南京市古楼区公安分局的电话 是不是我这个电话 他说如果是的话 你再给我打来 然后呢他就说 我说那好 我挂了电话 我去问问 他说你不要挂电话 你就用你的手机啊 去打我给你说的这个电话 这个时候慢慢就听着越来越不靠谱了 但是你知道我最早生出怀疑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人呢 是你们台湾口音 你乱着 台湾的诈骗电话 我一定要找 他这边电话都是大陆口音 全在台湾 因为我台湾朋友多 后来我说南京古楼区 怎么说的一口台湾口音 我就是后来他们讲了 很大一部分这些骗子都在台湾 台湾破破的都在内地 对大江南北都是 要不就是福建 就是闽南口音 就是那个地方 大江南北都有 我也收过这种电话 是不是 都是台湾口音 对不起 台湾 我比你们幸运 我没被骗到 为什么 因为我听不懂他说什么 他要卷神 马正尔 潮州 潮州话 我说你讲慢一点 讲慢一点 他慢还是卷神 马正尔 是不是 我听不懂 对 就像我在香港 只要是广东话 不知道 不是说吗 sorry 就把这话挂了 对 所以那些人聘我的话 找个广州人来讲 广州话来聘我比较容易 对 这个顺藤摸瓜 你看 人 我老是说 当时这个李商 李商隐同志 有一个诗啊 叫做此情可待 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我觉得我一生 经常碰见这种情况 就是 就是只是当时已枉然 就是你看 平常哪怕真实 你比如你谈恋爱也是 分手的时候 本来事后你就特别后悔 当时怎么没有说那句话呢 对吧 但是当时你好像就蒙了 对 有时候被骗也是这样 当时已枉然 人呢 会有一个你状态 能量水平高低 其实不是汤伟蠢 当然他也不聪明 对 他很聪明 就是他不是他蠢 我相信呢 一定是拍戏很忙啊 有的时候人忙于其他事啊 你知道你很容易跟着走 他会设计的场景 我就曾经在内地的一个寺庙里面 那是一群人 我们一群记者 台湾记者被带去 先参观再做访问 然后我们就到了 先说说 就是当地最有名的寺庙 我们就去那个寺庙了 一开始一个道长说 要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我们已经关门了 就是大家要念经了 所以我们特地为了你们打开 哇 你觉得自己是VIP 进去了以后 刚才告诉你说 里面的道长 什么七天前才这个 驾禾西归 能闻到 而且呢 闻到什么 我昨天才看到的 而且还是在你 现正站的地方 你看上面不就是八卦吗 所以他就在这边 所以你们现在大家都已经有这个道长的这个庇护着 因为他在这边就是打坐的时候呢 就是过去了这样子 然后呢 所以这边现在充满着灵气 然后你就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念佛 他们就叫我们拜啊 然后上香啊什么的很多 然后到座要走 这样弄了 我跟讲 刚才二三十分钟有 就是包括讲解这个历史啊 什么什么的 最后一句他说 接着你们现在往这个小道走 你们经过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住持呢 会叫住你 如果他没叫住你 那他跟你没有缘分 你就走了 如果他叫住你 你就要听他告诉你 有什么这个 他看到了什么 哇 每个人那心里想说 是不是应该被叫住啊 不然这个好像这个 这个灵药就是不知道 就我们就去 就每一个都被叫住了 叫住了以后 每一个都在房间 都在一个隔板里面 买买忙得很 我跟你讲 我就真的是进去了 然后那个道长有跟我讲说 爸妈身体不好吧 还好 我跟你讲 还是保余平安比较好 拿出了两个已经烧过的蜡烛说 我觉得点个平安灯 对给爸妈好 我想到庙宇点个什么蜡烛灯 很正常 我说好那就点吧 他就说好 那我们点了 这个火一上去 接下来他就说 那个司祖 我们就必须要点钱 好吧 那就捐点钱吧 要多少呢 他就说 你皮包里有多少 就捐多少吧 嗯 我跟你讲 你当时没有办法想说 那我捐个100块人民币 或50块人民币 你没有耶 你到这一周的时候 你已经想说 我不捐下去 我爸妈是不是就 就怎么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恐惧 我真的把所有的现金 我们才到那一天 那个地方第一天 把所有现金放下去 我出去的时候才 我跟你讲就像你说的 经过那个寺庙 你一出那个看到那个蓝天 想说 我傻了吗 对对对 刚才就像孟严 什么东西在 对对 我是做梦了吗 是是 傻了 你知道就是催眠 就是一种催眠 所以你不经历 你不知道 就像我说 唐伟一定也不觉得 那时候他是在被骗 然后我就开始问隔壁的人 你刚付了多少 他说 我付不出来 他说因为他拿刷卡机出来 我讲那时候还没那么发达 他那时候刷卡机是银联 银联要密码 台湾没有密码 台湾就是Visa 有时候就是跟着人走 并不一定要下药 真的 真的 有的女的为什么说在哪 我们小时候天才活着这样 跟人摸着就跟着人走了 也不一定下药 有时候人躲在一个情境里 就容易跟走 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们走过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汤唯 我觉得感觉还是个挺聪明的女孩子 这个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文章 说是汤唯口述的 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就是说 他当年被封杀后 我在英国街头卖艺什么的 就是说这个汤唯 然后这个 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经历 他说这个 我被封杀了 因为色戒 然后呢 这个广告啊 什么的 这个过火表演 一拖成名 对青少年有不利影响 他说我就像上证A股 疯狂的冲到历史最高点之后 稀里哗啦崩了盘 然后他选择去了英国 什么带着全部身家 这个这个 但是到最后发现英国呢 他先学英语啊 后来又跑到街头是去卖艺啊 后来是跟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陪练打羽毛球啊 那个意思自己奋勇求存啊什么的 哎 有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经历 哎 我觉得我那天听他们讲 说当年拍色戒的时候 这个你在旁边说 说为了 技术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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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就是你说的吧 就说当时李安也脱光了 那是吗 不是我说 就是 为了让汤维和这个梁朝伟 他们能够入戏啊 这李安导演很注意保护这个情绪 所有无关人等全部赶开 就拍这个床戏 清场 然后最后李安导演说 你们再这样 我 就是说 就全是光着的 目的在在哪里吗 就是假如这样的需要 我相信李安 好吧 拖就拖吧 问题是梁朝伟英俊 身材好 汤维年轻 在一个大叔 拖光在旁边 戏演不下去了 对对对 我这个技术击倒 都不敢拖 汤维会分歇 对 你一看到蛮恶心的 我告诉过你 比方说有朋友 他说他喜欢拍照 后来就有人 有一对夫妻朋友 要上床亲热 就想留个记恋 就觉得说 我们也40多了 可能做完这个年纪之后 以后下半天子 不会再做了 楼下最后的上床的动作 请那个男性朋友 拿照相机去拍 OK 那男性朋友 平常也蛮风流的 有点像民事 OK 那就拍 那就去啊 好啊 去看人家做爱也好 他说 他拍完之后 哎呀 几乎有一两年 根本没兴趣做爱 原来人的做爱 就像我忘记 哪个英国座家说的 这是用最丑陋的动作 来做最无聊的娱乐 然后他说 他拍 拿照相机拍 前前后后拍 这样子 他说原来那个肢体动作 那个一点美感都没有 可能当事人非常快感 非常过瘾 所以我就想说 假如李安 第一个 他脱光了 对事情没有帮助 第二个 他其实也太吃亏了 在旁边看起来 他们做完之后 拍不下去了 那个片 不可能了 而且你刚文涛 你读那个文章 我觉得 我猜了 9乘9是假的 别人写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用很多语言 很多比喻 都是男性用的语言 像A股往上冲 奔盘 什么打球等等 还有只讲事情 不讲感受 假如这种文章 是他当事人写的话 因为应该是蛮多的感觉 很深刻的感觉 特别汤维 好歹是个李文青 汤维很红的 又听这吗 我不确定你们台湾怎么样 在中国大陆 我经常跟年轻的男生朋友说 你要骗女孩很简单 你过去对一个女孩说 你长得很像汤维 有点像汤维 女生一定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汤维第一个 不丑 可是没有太漂亮 第二个 凭着种种的能力出头 也受到打压 可是她继续来 每一个寻常女性 都自我认同 觉得我也是这样 我丑吗 我不吵 我也不太美 可是我有我的特色特点 我有能力 我总有出头的一天 对 又不像是 男人的玩物那种造型 对 还非常独立 他走的比较是气质派 对 咱们去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觉不觉得现在风沙呀 是一个贬义词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 不然他是包义词吗 风沙反正不好的事情 不是 我是说施加风沙的那个 那种权力啊 实际上是被人们贬斥 过去呢 人们是敬畏 尊重 或者说你看啊 现在啊 就是风沙的人 其实他也越来越啊 藏藏耶耶 不敢这个 见于光天化日 因为这个 我就 我现在就 我就觉得 近几十年来的变化 你看我小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 封杀一个人 那肯定是正义 就封杀了邪恶 你明白吗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注意到 现在人们心里的那个 民意啊 还是什么 还是公道自在人心呢 心里边的人们 都会感觉啊 对 也许被封杀的这个人 他确实不怎么样 或者说 不管他犯了什么错 但是好像 哎 我觉得这是这些年 民意慢慢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总会觉得 这那种啊 某种权力啊 你要 封杀 就是 我恐怕封杀者自己 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这事 在今天的社会啊 就不要提 所以说现在 即便封杀一个人啊 都尽量偷偷摸摸 嗯 慢慢让他消失 飞到在那个荧光目前 对 因为他总给人感觉 不像是个正大光明的事 因为很简单 以我为例 我身边你说 说起来 我没有一个朋友 没被封杀过 对不对 或者说据说被封杀过 为了这种那种的理由 或者说被封杀 这种那种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嘛 不管他是媒体圈的 学术界的 评论界的 娱乐界的 总是说某个时段 因为某些理由 比方说 可能你得罪了一个人 可能他叫你去喝个茶 真的 不是为了男女的事情啊 去开个会 你来出席一下吧 我忙啊 我 或是说你这个研讨会的讨论主题 其实我不懂的呢 我来献丑吗 我不来 才是对你最大的尊重 是 那结果呢 就这样被封杀了 以后的会 什么评审 甚至一些学术的工作 就没有你了 甚至你的看物 不能给你出了 等等 就当到了这个地步 我刚才说我身边 我回想 没有一个朋友 没有被封杀过 那我们怎么可能尊重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 没有一种凉嗖嗖的东西 这个词啊 你现在一听说 封杀谁啊 你总说一种 这像你说已经点识了